第三百一十四经 让我想象不到的是 谢大师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笑着安慰他说 上次的事还多亏你帮忙 麻烦你了 日后有用得找我的地方 你尽管提 我赴汤蹈火 谢大师话还没说完 刘老道就不耐烦地挥挥手 说得了吧 我也不图你帮我什么 你说吧 这次来有什么事 谢大师这次指了指我们 说 柳星镇的事 知道吗 刘老道一听 眉头一皱 眼睛里染着一丝光 说 柳星镇 怎么了 跟他们有关系 谢大师点点头 而后 让刘老道 带我们往深山里走了走 人少的时候 他就继续说 是的 六星镇里的六星 现在已经是四星了 还有一个下落不明只差一个 根据地图显示是在这儿 我想你常年在这儿 应该是这最后一颗星很熟悉吧 谢大师话说完 刘老道笑了笑点点头说 没错 最后一颗参塑漆 确实是在我这儿 说着 他对着旁边的猴群 喊了一声 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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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上次我来的时候 那只会看书的黄猴子 难道他就是参锈漆 只是几秒钟的功夫 就见一只黄猴猴子 从树上跳了下来 然后手脚并用地跑了过来 大概是看着这么多人 他害羞 躲在刘老道的身后 只露出一个脑袋 偷偷看着我们 当他看见我后 就呲牙咧嘴叫着 很欢快 看来他认出我来了 我走上前一弯腰 他就扑哧跳到我的肩膀上 尾巴顺势 往我脖子一卷 惹得我很痒痒 刘老道说 他就是参锈漆 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 他在这儿守护他的 站在一旁的我 看了看他们 又想了想 最近发生的事 总觉得太多事情 自己都要被蒙在鼓里 好像我们一切 都在别人手里掌握 就比如现在 我将要去干什么 都得按照谢大师的吩咐来 这种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同时心里的那种不安感 越来越强烈 扭头看了看白柔 他发现 他一直盯着我瞧呢 见我看他 他冲我 一下抓住我的手 悄悄冲到我的耳边 说 别怕 有我在呢 听他说完 我很感动 真的 我现在最信任的人 除了他 还有谁 一心一意 又没有任何目的地对我好 除了他 恐怕也就是我母亲了吧 让我想不到的是 和二毛 也只是短短几个月没见 他的本领倒是大了不少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就拿起 旁边一根木棍耍了起了 比以前耍赶面杖的时候 顺手多了 抡在空中 就像一个最大马力的螺旋桨 发出呼呼呼的声音 好是声音 六星已经凑齐 接下来要做的事 恐怕就是找生生了 可他已经背叛了谢大师 而且现在不知道逃到哪儿去 我们能找到他吗 对于这个问题 谢大师摇头笑的 我早就知道 生生会叛变 而且我也早做了准备 他是逃不过我的手掌心的 他已经被我牵着鼻子来这儿了 谢大师说完 怒目对着一个地方 道了一声 只听他的声音 如山红爆发般雷鸣坐下 震得前头的树冠 像是遭受了十几大风一样 飘忽不定 那群猴子也叽叽喳喳地叫唤着 逃到一边 紧接着听的远处 一声声的狼叫声 那声音越来越近 在我们眼前 居然也冒出一个灰色身影来 居然是声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